随着经济与科技的不断发展,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现如今,飞机再也不是渴望不可及的代步工具了,几乎人人都能坐着起飞机 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,几百多重的飞机它到底是怎么起飞的呢? 从理论上来看,除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机翼之外 大部分的机翼上表面的面积要比下表面面积多出很多 当气流同时流经机翼的上下表面时,上表面的空气流速较大,压强较小 而下表面的空气流速较小,压强较大 正是这种气压差给机翼提供了向上的胜利 为了使大家更加明白这个道理,一位老外用吹风机表示了原理 老外用一张白纸折出了一个机翼模型,随后用吸管将机翼固定在一根绳子上 接着老外便拿出了吹风机,我们可以看到,当吹风机向上移动时 机翼模型也在向上移动,就算是吹风机口高于机翼表面 机翼照样可以往上飞行,这就是气压差起到作用了 陆场网友看完老外的展示后忍不住直言 原来飞机飞行的眼里这么简单 亲爱的网友们,你们还知道关于飞机的哪些小知识呢? 好了,本期的一线科技到这里